对家人隐私工作一向做得很好的黄秋生 昨天发了一条今天好像有点不正常的微博后 果然一反常态 在两点左右自爆17岁爱子黄依依拉大提琴的照片 照片配文虽然只有我儿子三个子 但能感到黄秋生为儿子感到骄傲 照片中黄依依身材健硕高大帅气 正目光炯炯手扶大提琴 不少网友称赞这简直就是李志廷的翻版 从图片中揣测他正跟学生乐团一起演奏 据悉结婚多年的黄秋生和太太吴慧珍育有三子 为了儿子免遭狗仔打扰 黄秋生早前曾主动带儿子抛头露面 写死在迷途追凶中突然父子 对此黄秋生也曾在媒体面前表示 我不喜欢儿子现在就暴露在传媒中 有时候被媒体拍我也不高兴 会对他学习有影响 很早就有人曝光他 其实都是普通人 与其故作神秘 不如上大荧幕让大家看清楚 不过我是不希望他进演艺圈的 这次他自己也说拍戏太辛苦 以后要做整容医生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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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